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手屋是一个人的名字 从小身体虚弱不能生育 因为经常服用核手屋而活到160岁 他的儿子也因为常常吃核手屋 到了130岁仍然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因此该物才被取名为核手屋 民间大家都知道核手屋是美法良药 七宝美染丹正是使用核手屋最著名的方计 药方中核手屋用量最大 为主药 是乌法黑法的圣药 本草纲目记载 核手屋能养血易干 故精易甚 不干不燥 功效在帝皇天门东之上 这个药方组成严谨 炮制讲究 一直被公认为乌法黑法的第一方 天生拥有经法的西方人 不用担心服用之后经法会变成黑法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东方人 天生黑法的缘故 而中医认为 头发的营养来自于血 经法的西方人服用核手屋后 是帮助身体 气血充足 经法自然就能风影闪耀 选购核手屋时 必须明辩真假 因为黄药子常被用来冒充核手屋 黄药子跟核手屋都是快精 先品时看起来很像 但是黄药子原本毒性就很高 是用来治疗甲状腺肿大或百日壳的重药 如果误服 严重会导致心脏麻痹而死 一定要注意 从外表便是 核手屋的表皮较光滑 而黄药子的外层则有一粒粒隆起的疙瘩 摸起来凹凸不平 外观上颜色也比较浅 核手屋又有生核手屋与质核手屋之分 生核手屋是将挖出的核手屋洗净 切 晒干或烘干后直接药用 具有润肠 通便 解毒散结的功能 而质核手屋则是将生核手屋与黑豆同煮后晒干的核手屋 是一味不干肾一斤血 养心凝神的良药 制核手屋的制作功法其实相当费时 要先将生的核手屋切片 接着浸泡在黄酒当中 并且铺上黑豆黑芝麻 下一步 盖上笼子 开始蒸制大约八小时 再将蒸过的核手屋取出曝晒 如此反复进行 但是经过炮制的核手屋入药之后 再经过高温熬煮 对人体不利的成分大部分已经去掉了 所以使用核手屋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建议到信誉良好的正规药店购买 以确保药材来源 药品配物合理 才能取得有品质保障的核手屋 也才能将核手屋补干肾 易经血 污头发 强筋骨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达到养颜美容 头发丰盈的健康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